大家好 我是Aulit 关于WiFi视频通讯软件 没有声音 比如话筒 说了没有声音 或者说电脑喇叭里听不到声音的时候 怎么办 这里处理我讲一下子 在Start Meeting开始会议以后 不管是教师端或者学生端都一样的 那么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个提示信息 它会问你 这是首先摄像头 摄像头的话 一般来说你就一个吧 麦克风可能有USB的麦克风 或者说普通的耳机的麦克风都可以 你要做个选择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你选项不对 没有匹配 还有就是听不到声音 听不到声音怎么办 要不要扬声器 这里一个设置 默认扬声器一种 那么这里是这两个是Real Tech的 是电脑发出来的声音 我这还有一个显示器也能发出声音来了 所以你选错了的话 可能会听不到声音 选的正确的 有的比方就必须要通过耳机 听到谁的声音 那么耳机口着 它的选项 那么是喇叭的口着 就选喇叭的声音 那这里一个测试 你点下这个 如果能听到声音 表示你设置正常 如果是听不到声音 请切换到其他的再试一下子 下面就加入会议 加入会议以后 那么这里呢 下方呢 还是有这东西的 可以把它进行关闭 把这样头关闭 或者打开 都是可以的 麦克风也可以关闭打开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Audio Setting 可以设置你的声音 或者上面直接就有了 默认的 默认的麦克风 这是选哪一项是正确的 或者默认的扬声器 就是喇叭选哪一个正确的 进去以后也能进行选择 选择正确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有时候听不到声音的问题 就可以通过这个解决 Audio Setting 这是具体进入这个 整个Setting产战里的 进行选择 很多地方都可以进行选择 哪个听不到声音嘛 就在这里选择 也可以 也都可以的 这几个地方 三个地方 我都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